假如钟离变成反派 他是七神中最年长的一位 也是磨损最严重的那个 他忘记了一切 只留下了魔神残暴的天性 而当初由他所立下的 守护离月的契约 早已在摩拉克斯这个身份面前 一文不值 他将会毁掉整个离月 亲手撕碎那个 由他一手建立的国家 而离月的百姓 也因此流离失所 苦不堪言 除了战争 人们别无选择 如今离月港 虽说已经独当一面 曾击败过线窝之魔神 但倘若是权盛时期的 炎之魔神 岂能是一个小小群域阁 能对付得了的 荧光也好 克勤也罢 哪怕是仙家 也未必能伤及他分毫 或许 葡萄连做梦都想不到 克勤为何会变成 竹心这般模样 白竹也会因为救死扶伤 透支所有寿命 倾客之间 年幼的瑶瑶 再也寻不到回家的方向 就连那个嫡花舟的少年 最终也耗尽了 所剩无几的力气 命运在神像之下 没有人可以在这场灾难中生还 也没有人知道 契约之神 为何要背弃最初的契约